算命先生说我是长花娘娘转世 有点事成金 同领花金树林之力 能给点赞的宝子们带来福音 偏偏12岁那年 我得了场怪病 被人偷了命格 从此变成了容易吸引孤魂野鬼 还会祸及家人的小瘟神 我妈怀我的时候 她误以为要绝经了 还特意去药店抓了活血药池 结果肚子见了天的大 她害怕得了大病就去医院了 不看不知道 一看下一跳 怀孕六个月了 我妈一下就懵了 她当年46岁 和爸爸已经有了两个孩子 大女儿22岁 小儿子19岁了 换句话说 两口子不大 儿女双全都等着抱孙子 我这意外产物 又在孕期接受了活血药的洗礼 割谁都进大雨洗 不要了吧 都已经成行了 生怕罚钱不说 万一是个傻子呢 就在他俩纠结的档口 我乃发话了 你这么折腾都没掉 说明他有福气 说啥都不能给打掉了 那就留下吧 这孩子如果真是个傻子 我梁大有引刃了 就这样 我算是被留下来了 龙丽八月姑姑落地 看到我全须全饮的出生 他们才稍稍安心 爸爸是个厨子 没啥文化 当场给我起了名字凉许许 奶奶怕爸妈忙铺子顾不上我 就要带我回农村 爸妈不同意 老来得子 他俩不舍得给我送走 妈妈为了证明能照顾我 坐完月子 就背着我在铺子里忙活 93年的冬天 我不过才三个月大 一个倒是在铺子里吃早点 他看到妈妈背带后面的我 便出口道 大姐 您这小女儿有夫妻呀 你怎么知道 这女娃娃出生时 是不是右手臂有个花瓣样的胎记 我妈心里咯噔一下 我右手臂的确有胎记 满日后就渐渐淡了 倒是没管我妈的反应继续说 大姐 你这女儿不简单 我见她身上有光彩 是大贵之人 现在可确定 她乃天上的长花娘娘转世 是半花之神 娘娘貌美人词 有点石成金 同领化金树林之力 这一世脱生凡人 她的灵力将寄托于右臂之上 宁妙好生栽培这孩子 万不可走歪门邪道 待她长大成人 必能加满荣兴 我妈没听懂灵力的意思 见到是说得头头是道 便抱上了我的生辰八字 求她好好算算 倒是碾了碾手指 撕了一声 她十二岁这年会有结纳 我妈好歹是做生意的 警惕性高 听到这话心头一紧 怕不是遇到了骗子 找茬料钱给破杀结吧 不过无妨 劫难没有影响她的食欲 此女一生富民养 心思随君显门光 容貌美丽惹人类 银钱富足万事相 我妈大喜 甭管真假 吉祥话听得总是开心 当场给倒是免担 倒是白手 大姐 我图经此地 能遇到你家小女 是我的福分 你就不要折杀我了 付了饭钱告辞 临心前又跟妈妈说了一句 此女命格显贵 邪物遇到她都会避让 您家有吉星高涨 很快便要大富大贵了 我妈连连道谢 这道门口问她的名字 和所在倒灌 直说等我长大了 有了出息好去代谢 倒是留下这句话 便洒脱脱地走了 打那以后 我家的早点铺子 就日渐红火 爸爸很快开启饭店 买房置地 厨子从他一个人 到雇佣三十多人 我六岁时 饭店就变成了三层高的酒店 九岁时开了分店 时刻日日爆满 日子过得顺畅 我的灵力也开始凸显 我十二岁生日这天 突然生了场怪病 那天阳光极好 我中午放学一回家 就开始发高烧 我妈不敢耽搁 敢忙联系 爸爸给我送到了医院 一连串的检查后 医生发现 我身体并无异样 而我也在退烧药的作用下苏醒 视线模糊地扫了一圈 发现床边乱糟糟地 围了很多人 可我看不清他们的脸 只感声音又杂又吵 妈 他们都谁啊 闹哄哄的 是不是稍糊涂了 这病房里就我自己 你爸在医生呢 我眼皮支撑不住 又昏沉了过去 医生没遇到这种情况 怕我烧坏脑子 便建议我爸妈 给我转进中的上级医院 爸妈没犹豫 第一时间带我去了都城 因发烧原因未明 退烧药后体温 便会迅速升高 随时有生命危险 我便被送进了 上级医院的抢救式病房 用上退烧药的间隙 我会清醒舒服些 易能和爸妈说说话 我心里还挺高兴 生病好啊 不用上学了 是啊 你还不用训练了呢 回头你表现不好教练 就让别的队员 去参加比赛了 聊天的档口 我发现这抢救式病房很大 但只有两张病床 除了我之外 另一张病床式的老婆婆 两张病床隔得有些远 我看不清老婆婆的长相 只看到她床尾站着家属 妈 那个奶奶怎么了 也是发烧吗 她家里人为什么哭 妈妈顺着我的视线看了眼 旋即叹了口气 不是你该关心的 许许 你饿了没 一会儿等你爸回来 让他去给你买点可口的 我摇摇头 根本没有饿的感觉 四肢沉得厉害 不一会儿就又困了 整个晚上 我都在退烧和升温间折腾 一波一波的发汗 整个人被反复浸泡在水里 一会儿冷 一会儿热 快天亮时 我终于好点了 睁开眼 看到爸妈在床边的椅子上 靠着打盹 我不敢发出声音 怕吵醒他们俩 照顾我一宿 他俩肯定吃不消 真纳闷自己为啥会发烧 隔壁床突然发出 尖利糙哑的声响 有人 有人 爸妈一个机灵惊醒 他俩还以为是我叫的 确认完才反应过来 是隔壁老太太喊的 下一秒 就见隔壁病床的家属围了过去 老太太喊得声嘶力竭 指着天花板大声地喊 在那里 那里有人 爸妈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 玄机面面相去 有些莫名 隔壁床家属忙安慰道 妈 哪有人呀 您又做梦了 说话间 他们还不忘朝着我爸妈道歉 我直勾勾地看着天花板没动 就在老太太指着的那个棚角线 我清晰地看到了一张黑色的男人脸 眼人很小 正在滴溜溜地乱转 我短短12年的生涯里 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 便死命地想要看清确认 我受了惊吓 又开始烧 一整天昏昏沉沉 不知睡了多久 我耳边忽然传来了沙哑的呼唤声 小姑娘呀 小姑娘啊 小姑娘 莫名确认 是隔壁的老婆婆喊我 恐惧感蔓延全身 我闭着眼不敢动 潜意识告诉自己 继续装睡就可以了 声音一变变在耳边回荡 我浑身大汗 憋了口气 猛地睁开了眼 入目的却是黑暗 怎么回事 病房的灯 晚上都是彻夜开着的呀 小姑娘 你终于醒了 我颤颤地看她 额上一层冷汗 她不是都病得睁不开眼了吗 怎么还站过来了 小姑娘 奶奶不是想吓唬你的 我要走了 我要穿那件黑底兰花的凹子走 黑底兰花的 她一遍遍地重复 病房里悠荡的都是回音 我完全吓傻了 根本说不出一句话来 直直地看着老太太转身 她身边悟得 多了两个好高好高的人 跟着她一同往门外走 一张黑色的人脸伸了进来 对着我 梁徐徐 下一个就是